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歡迎他夥人 你到現在這邊 就是稍早我已經解釋過這個系統的用法 不過因為有些同學是之後才到 所以我再次解釋 如果大家有現在可以上網的載據的話 那麻煩連到這個網站 slido.com 那連上去之後 輸入紀念日 請先列入一個名字 後不用輸入 就是01012 然後呢按加入鍵 加入之後呢 你就會到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為什麼匿名呢 就是呼應剛才主持人所提出的想法 就是說其實大家如果需要劇名 或者舉手發問的話 往往呢雖然你想問的問題 可能非常的刺激 但是呢 因為這個 就是我們這邊的一些倫理道德的關係 都會修正到大概七成六成的刺激的程度 這個每個學校不一樣 貴校這個大學系統 可能是大概修正到八成 左右的這個程度 但是無論如果他就沒有那個十成的刺激的程度 所以說匿名的時候大家就可以用就是 自己心裡真正想問的那個 大家都在划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這個情況去把它提出來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如果你看到別人想問的 你也想問的話 那就直接按讚就可以了 那這個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我就知道說 欸我回答一個問題 我就回答了現場二三十個人的問題 那第二個好處是說呢 大家這個聽課的時候 偶爾想把手機拿來按讚的那個衝動 也因此得到緩解 所以因為這樣沒關係 所以這個我會希望說 我覺得大家手上的手機 在這一次的課堂上面 就是當作教具來使用 那當然從現在開始到十一點五十嘛 這中間的時間 中間那當然剛剛是說可以自由進出 不過自由進出的過程裡面 也隨時歡迎拿著手機繼續問我問題 所以這個跟大家實際在哪裡是不相干的 那我會我沒有任何簡報 所以我就是用大家的問題 來當作我講話的這個依據 那如果在時間結束之前 沒有辦法回答大家問題 那就先跟這個遺珠珍漢門說一聲抱歉 大家應該是先拉票的 那但是如果這個在時間結束前 我就已經回答所有問題 而又沒有新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會提早結束 不過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所以我們就開始 那目前在這個上面已經有二十三個問題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聽的話 就盡量按讚盡量把它推上去 這個也可以讓我們了解到說 在我拿麥克風講一大堆 沒有什麼營養的話的時候 大家其實已經真的非常在貢獻了 所以我們就完全不多時間 我們就直接進入第一名的二十八位朋友的問題 那然後我常常講話就是 就是講到大概第一十分鐘的時候 底下就會有最新的問題會推上來 那就會讓我講話想慢一點 可是因為我講話就是這個速度 所以如果現在大家不習慣的話 我是可以放慢速度的 但是就是要先讓我知道 那如果沒有這個不同意思的表示的話 我就先用每班的速度來講課 那當科技取得人力的時候 政府應該要如何處理 因此而失業的民眾 是否有異定相關的配套措施 其實我們了解到說 科技取得人力這件事情 並不是現在才發生的 剛才這個我們老實提到說 他是在1978年嘛對不對 1978年79年 當時用達空卡 用Fortune來進行程序設計 那那一年我是負三歲 負三歲所以是沒有記憶的 但是可能還在這個前世嘛 那但是這個 當時其實就已經有相同的聲音 就是說以前computer這個字 它講的是人 它講的是人 就是進行計算的人 那以前printer這個字 講的也是人 講的是台字語言 講的是去進行印刷的這些朋友 那我們今天呢 computer指的幾乎一定都是機器 printer指的也都是機器 editor還是指編輯 但是也有一半是在指機器了 但是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越來越多的這樣子的字眼 本來在指人的 未來就是指機器 但是這件事情 我們從1970年代 就已經到現在 就已經是這樣子 它並不是我們現在 在21世紀才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當然就會問說 那當年那些打豬算的朋友們 哪裡去了 當年那些牌字的工人們 哪裡去了 確實 他們大概有兩個不同的方向嘛 一個是說它把它變成了一種藝術 變成一種藝術 就是有些事情 當電腦做得比人類好的時候 我們在裡面看到的 就不是它的效率 就不是它做得多快 也不是它多cost up 可以把它做這件事情 而是每個人在做的時候 他的做法到底有什麼不同 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書法 這個其實機器這個牌字啊 甚至是用一些這個自動排版啊 AI主板的這個年代 書法還是我們非常敬重的一門藝術 因為每個人他寫出來的字 它是代表他的生命經驗 而不是只是說 他能夠寫字寫多快 寫字寫多快 當然你不可能跟印表機比了 那同樣的 當圍棋這個電腦 我們現在都知道 alphaGo alphaZero 這個下棋 這個隨便下隨便贏嘛 那但是呢 為什麼我們還是覺得說 圍棋是一門值得鑽研的 那就是因為說手檔嘛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自己的境界得到了提高 而且每個人下棋的方法 也反映出他個人的生命經驗 簡單來講就是說 雖然機器他可能會把工作的那個 trivial的那個部分 容的那個部分 相同輸入相同的輸出的這個部分 把它自動化 但是那些無法自動化的 每個人生命經驗不同的部分 慢慢就會透過共同創作 成為文化成為藝術 這是其中一個部分 那當然呢 這個這一套講法非常的取高而何果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失業一百人裡面 大概可能只有十個人 會變成這方面的文化 或者藝術工作者 另外九十個人 他當年從事這個行業 其實並不是在裡面去取得 這個自我表現的人生實現的 自我滿足或什麼東西 他當時就是為了養家活口 所以來做這樣子一份工作 他並不是真的覺得 像把這個做成什麼傳統文化 傳承這樣子 那對於另外這九層的朋友們 在以前政府當然已經有 好像說什麼多元就業方案 台灣就業通 各種這個職訊支付等等等等的系統 這個就是當年 對現在勞動部 這個一直都在focus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們現在呢 因為有了AI的基礎 反而我覺得 所謂因此失業的民眾的這件事情 他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來處理 這句話怎麼講呢 因為在以前職訊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接觸過 這樣方面的工作的話 就會知道說 這其實是非常吃這位職訊師的這個時間 他自己現在常常工作的那個時數 也是非常長的 這有點跟社工的工作處境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你需要很具體的去了解他的生命經驗 然後呢再去幫他找到他合適的一些 這個讓他能夠重新習得 某些特定的胎也有興趣 雇主也有興趣等等這樣子一個情況 但是呢 我們現在有一些新的力量加入這件事情 一個呢就是教育體系 大家可能都知道 台灣有很長年的這個社區大學的這樣一個體系 就是說即使你失業了 那你可以在社區大學去進行一些 其實重點可能不完全只是在學習 而是在認識當地的 也在解決相同社會上環境問題的朋友們 然後不管是一起做個合作社 做個社區發展協會 或者總是做一些對公共有益的事情 但是在中間至少能這樣管理時速嘛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至少溫飽不成問題 然後慢慢開始累積起第二專長第三專長 現在所謂斜槓等等這些東西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這個就是為了共同目標的這個事情 我們在教育體系裡面 我們也透過了 今年才正式上路叫做高教生根 但是前兩年都已經有的叫做USR 口號是有大學的地方就有希望 各位可能有聽過 那這樣子一種方式去說 那不管你是什麼年紀 我們都很歡迎說 去結合大學的這個學術資源 然後Focus在社會和環境問題上面 然後一起共同解決 那就不是說好像大學是教育部的執行單位 要每一季管考做一大部分 七八糟文書做一大部分 然後那個就是 然後每一年還要重新提一個這個最潮的想法 而是說大學可以跟在地的這些朋友們結合說 科技改變了 我們真的有一些人他的就業 或者他的工作形態開始轉變了 我們這個地方要解決什麼新的問題 然後去提出一個兩年的計劃 那這兩年的計劃裡面 交易部撥錢的時候是不去過問的 他問的只是說這兩年之後 這個USR計劃或現在高教生根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去翻轉 去改變這個當地的社會組成 如果可以的話 那就再撥三年的錢 所以這個管考的密度跟強度 他就不是在中間有一些 Midpoint去做什麼KPI管考 而是說你真的能夠去reorganize 當地這些工作形態正在被自動化 所改變的這些朋友們 那這是USR計劃 這些相當大的高教生根的一笔錢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AI他其實也是不會累的老師 所以說我們也有很多朋友們 在投入AI的教學的這樣子一個工作 也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想要學一個新的專長 在以前的問題是說 能夠教這個的老師 他只能一次在一個地方 但是現在就像這堂課 它是錄成MOOC的 那又或者是說 現在也有很多線上的這個學院 它是可以透過就是遊戲化的方式 像你現在剛好這個學院在家 那你現在就想要學第二外語 那就會有像DuoLingo這樣子的平台 市場下有非常多的平台 VoiceTube等等的平台 你就可以透過AI 去跟類似的這些朋友們結合起來 然後不管是做語言交換 還是AI不斷的一次一次糾正你 這個的日文發音 法文發音什麼之類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你完全一毛錢都不用出 所以不管是透過現有的高教生根計畫 或者是目前現有的AI的這種平台經濟上面的 共同學習系統 它的特點就是說 就算你失業了 你沒有收入 你在領最基本的這種究極金等等 你在取得新一步的教育資源的時候 你是幾乎是以成本為零的方式 你只需要投入時間成本來進行學習 那當然一方面有一些工藝團體在後面去支援 但是二方面像DuoLingo這樣子的一些平台 它也是有它的商業模式的 它的商業模式是什麼呢 就是說當你學到一個程度 像我之前是用DuoLingo用英文去學法文 它學到一個程度 我沒有學得很好 但是它學到一個程度 它就會開始讓你去翻譯一些法文的短句 成為英文 那假設英文是你的Native Language 法文是你的第二語言 那你的翻譯就會裡面 帶入一些你的在地的文化的想像 然後你就把它翻成當地的這個英文的使用者 聽得比較清楚的一些想法 那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是所謂的學習的過程 但是其實你翻譯的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各大公司想要切入英文市場 它本來是家法國公司 想要去推出的不管它是什麼菜單啊 或者是它是什麼這個酒單啊 你知道法國賣的就是這些東西嗎 文化產物啊 Fashion啊 什麼這些東西 所以當它一份文章被切成這樣小小的段落 然後又被幾十萬個學習者共同翻譯過之後 那這樣子翻譯出來的東西 它就很可以貼近當地人的這個文化跟生活習慣 這樣子翻出來的東西 它是有人味在裡面的 所以他們DuoLingo這家公司 就是把這個去賣給所有想要切入不同文化 市場的企業 然後收取他們很高的費用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你在學習的過程 本來就會產出這些東西 所以是用這個去換 你可以去做免費學習 所以它一方面它解決了社會問題 二方面它有營運模式 三方面它公開它的社會影響力 這三個加起來 就是符合我們現在對社會企業的 這樣子一個定義 所以我剛剛要強調的就是說 不是只是政府自己跑到第一線去處理 這個當然也是會做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鼓勵像這樣子的社會企業 它能夠在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裡面 也找到自己的營運模式 好比上說台灣這個其實不只是這個自動化嘛 我們接下來也有高齡化等等的各種挑戰 那每一個挑戰都可以變成社會企業的創業模式 那這個配套措施叫做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有空可以看一下 那有二十有位朋友 中間如果有追問的話 跟就是商務問題有關係的話 那我會隨時處理 那如果好不想我回答到現在 大家覺得說一有未經就想聽的 任何人都可以舉手 舉手的優先權高 那我就不特別再等了 大家舉手 就是假設是大家都知道 好 有二十有位朋友們問說 調整隊的台灣教育問題 相當問題個人成長過程 也很特別請問 目前有沒有遇到什麼 對台灣教育之前 有另外一個最大的難的事情 好 我也不想因為我入閣之前 我就是生理國家課程發展委員會 的課綱的委員了 所以我能夠做的 其實當時的課發會 大概都已經做了 那目前就是在等課程會 我們大家都知道 課程會是第一次納入 學生跟家長的代表 那他們的想法都比我們前瞻很多 所以說課程會 確實是目前是有相當多前瞻的想法 是由這些學生跟家長代表所驅動 這個各位可能比我熟 我們都說了 但是即使是納入了這種 就是新的落胞利害關係園的審議制度 我們竟然好像看起來 終於可以 這個今年把課綱審完了 那這個結果就是說 我們明年我們的新課綱 就會上路 所以我最想改變的事情 其實也就是課發會 在這一次的新課綱 我們已經接近十年沒有調整課綱了 這十年來出現了一個 翻天固體也變化 那就是移動裝置 移動裝置的固域 在十年前其實很少人有移動裝置 那最有效的移動裝置 我記得當時應該是什麼 Pump Pilot之類的東西 那Pump Pilot這個 因為有名 這個我就常常用 後來我就去用Saurus之類 可是呢它這個連線的速度 並不是很快 然後呢你也沒有辦法很即時的 好比像說在D卡上啊 或者是在什麼 就是PTT的什麼版上啊 或者是在維基百科的這個社群 slack line等等這些聊天室上面 這個溝通的速度很難比得上 我們現在老師講話的速度 可現在課堂不一樣啊 這個我如果現在在這邊講話 相信各位已經開了 不知道二十幾個小圈圈了 那我現在是用Slide 我想辦法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過來 但是如果沒有做這樣子的翻轉教學的話 其實大部分出現的事情 就是老師在台上講 可是學生在台下他就已經可以 各位就已經可以去去事實查核 老師講的這個內容啊 甚至是就是有另外一個平行的這個channel 正在發生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差別 那所以呢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課綱也因為這個新的事情 我們必須要進行改變 因為在以前的課綱 大家可能知道是技能 導向的教育 技能導向的教育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在國民教育的過程裡面 發展自己的興趣 但到某個程度上 你就要進入某個學門 進入某個學門 或者某一個類組之後 你就要選擇自己的興趣 最符合的是哪一個學系 那那個學系呢 他就會去引導你的這個excellence 就是去進行你的創發 在對這個學系的學門有所貢獻 或是對應用有所貢獻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無形之中 他鼓勵大家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 對於自己所擁有的技能 或者專業的認同 或者是一種很proud 就是說我就是台灣 最會做這個的人 或台灣最懂這個的人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他會鼓勵 人跟人之間的彼此競爭 因為是好像畫了這個七條跑道 或者十四條跑道 那這上面總是有人跑得快 有人跑得慢 這樣我們說跑得快了 跑得慢了一把 什麼之類的 但他無論如何還是在不同的跑道裡面 那但是呢 在新的課堂裡面 我們的想法呢 其實是所謂一生一課表 就是一個學生 他是自己的一個課表 即使在高中階段也引入選修的制度 在國小國中階段也引入每個學校特色的 校定必修等等的這些制度 那這些制度就是反映到說 我們希望學生不是在既有的跑道上 而是說他自己選一個自己的跑道 然後就開始跑 這個時候他就贏在起跑點上 對不對 因為跑道上只有你一個人嘛 就是你專屬跑道 對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就不是個人跟個人的競爭 因為個人跟個人競爭 我們發現 在現在這個時代 是最沒有用的一個概念 在以前你沒有辦法透過手機自己組織起來的時候 那個人的競爭也許還是有一點意義 因為軌道是固定的 但現在你小一進去 然後到了高三 其實呢本來學的那個技能 說不定80%被自動化掉了 本來學的那個學門 說不定到12年後已經被整併掉了 其實你如果過度認同這個的話 那過了12年 當發現世界已經改變的時候 第一個會覺得我們國民教育系統欺騙你的感情 然後第二個呢 是會覺得說人性尊嚴好像不受到的 那我想我們國民教育系統 是不希望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轉向從技能教育變成素養教育 素養教育的意思就是理念的東西 它是帶不走的東西 就是自發的素養 碰到什麼事情 就覺得有好奇心自己去學 自己安排去刻表的素養 互動的素養 就是跟自己很不一樣的人 不同領域的人 不同文化的人 很願意去進行組隊打怪 這樣子的一種互動的素養 媒體氏族素養 第三個就是共好的素養 所以在過程裡面不要把對方當成工具 而是說願意去認識不同的文化 在不同文化裡面 凝聚成共同的價值 這樣子一種共好的素養 那這三個素養的好處 就是說不管怎麼變 你這邊的如果有一個人生的使命 你覺得希望讓社會怎麼樣變得更好 那輸到用事就隨便找 新的知識不管來得多快 那都是你的幫助嘛 不是讓你尊嚴消滅的東西 自動來得多快 那就是你更少做一些工 你更多花一些時間在這些素養上 所以這樣子培育出來的小孩 他就不會有 好像被快速變動的世界 或者被自動化 威脅的這樣一種感覺 那是新科康最主要的一個想法 那最困難的事情 最兩難的事情 非常簡單 就是說我們在科康審議的過程裡 尤其特別是因為我們過了一年嘛 那所以我們大考中心 怎麼樣用素養導向去做評量 我們教室之間怎麼樣做陪例 共同備課所有這些東西 我們大學的高教系統 怎麼樣去釋出這些資源 讓國教系統能夠去接上這些 或者是說怎麼樣確保所有的高中 都有寬頻的頻寬可以去使用 所有這些數位教室等等 我們都趁著審議拖了一年的時間 去把所有這些部分都配套完了 所以我們只有一件事情是 我們很難去改變的就是家長 如果家長還認為說 這個進了學校 就是要固定的軌道 就是選一技之長 老實講的就是真理 就是有標準答案 就是怎麼樣的話 那說真的 我們不管這個課綱 從剛性課綱改成柔性課綱 從技能到它改成素養導向 做得多好 那可能我們在學校的時間裡 就是這樣一部分 大部分時間 國教基本上還是在家庭裡 那可能就會被家庭抵消掉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個我們現在最大的挑戰 就是要怎麼樣救救我們的上一代 讓他們不要輸在重點上 所以我 應該沒有錯 對 好 那這個挑戰當然這個是相當嚴峻的 但是呢 時間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因為現在小一的小孩的家長 就是教改之後的第一代的學生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們是在解研之後 確實真的比較能夠接受這種 橫向的 自己串聯的 自發的 甚至什麼Caps Stone學生啊 什麼東西 在當時 他就算自己沒有完全經驗過 他至少有聽過 至少覺得說 這個理論上是台灣發展的方向 但是如果是在教改前 是在戒嚴時代所訓練出來的家長 那這樣子真的是很困難 因為他就是覺得說 用標凱提寫的 然後前面放空一格的某個人講的 或者什麼東西的 就是標準答案 那這個時候 他的腦裡好像已經有一個 什麼晶片啊 一個快取啊 這個就是好像已經 就是你要先清掉他的快取 說這個不是胡適貿號 就是胡適獎的 等等 那這種狀況 他才能夠去因應這種 新的媒體試圖的這個時代 所以我也不會演 這個真的是最艱巨的一個挑戰 但是時間正在我們這邊 隨著時間過去 新的小孩的家長 慢慢就是在解研之後的時代 那我們經過各種量化質化的這個研究 都顯示說 解研交代之後的時代的家長 市正在我們辛克剛的reform的這一邊 他的卡數是很高 那至於就是比較 就是威權時代的這些家長 我們只能希望說 那我們隨著時間的這個前一末 你們慢慢也可以看到說 世界是已經不一樣了 這是我們目前碰到的 具體的一個困難 那有二四位朋友們 欸來舉手 太好了 舉手 對 就想要問高校的方面 因為剛才講說 就是很多東西就是 在時代演技下 已經被淘汰 就是教育方面的東西 那我覺得像我是機械系 然後我們系上 我進來的時候 我必須就覺得 就是畢業門抬140 然後現在 很多人變140了 對 那我覺得根本就太多 我覺得台大很多 就是 就 我覺得大學現在 飛課太多啊 就是 為什麼不能像美國一樣 就是 就是說美國一個學期 最多就修三門課 三四門課 啊每門課都很重 讓人覺得 人學到東西 啊問題是我們現在 就要填充一堆廢課進去 就營養學課 不一定要說 因為大家有些人很忠誠啊 廢物 然後 然後 就變成這樣 我覺得現在 像系上很多課 老師就說 你只要三 一直要三 那其實很多老教授 他們可能六七歲 他們覺得說 他們不教學這樣 怎麼能不教課課 那這課超廢的 所以 我覺得在高校方面 就是 我覺得他與實際 俱進的速度 還是太棒了 是 好 謝謝這位同學 對高校改革的意見 那個 我也有在跟那個PTT上面 去評每個 那個老師跟美門課的 那個幾顆星的那個班 所以這個 我也想說 這種想法 我是這個 並不陌生 那所以 好 那我覺得這值得 這個很嚴肅的處理 所以我們環哥大概三四分鐘 來處理這個 第一個是說 我覺得 大學是一個資源 我自己是從十五歲 就脫離正規教育系統 所以 但是我十五歲 脫離正規教育系統之後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跑回大學去旁聽 因為我當時對哲學非常的有興趣 我在研究的時候 當時叫網路社會學 可是還沒有這個名字的時候 那唯一能夠提供類似的思路 大概就是哲學 所以我就去聽了非常多 哲學相關的課程 那聽了之後呢 我就覺得說 嗯 我現在對這個網路社會學 有點想法了 那我可以綜合這個 這個什麼高達美啊 什麼胡塞爾啊 什麼威根斯坦啊 什麼等等的這些人的這種想法 然後呢去投入我的創業的工作 我就跑去創業 那我跑去創業就發現說 不對 創業學法的東西根本就不是哲學 創業學法的東西呢 它可能是商管的 它可能是國毛 它可能是管理學的這些知識 所以說我創業一個一兩年之後 我又回大學 然後我聽的就是這些 比較應用方面的這些學問 那我聽了之後呢 我又跑去創業 那跑去創業 可是這一次呢 因為我加入開放院士馬運動 我又發現說 不對 我需要了解的是更多的東西 包含總體經濟學啊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我有跑回大學 然後又去聽 那到某個程度上 我就發現說 我不用回大學了 為什麼因為MIT開了OpenCourseWare 所以說我就可以在MIT OpenCourseWare上面 OCW上面進行這個 跟就是大家共同分享 所以就是說對我來講 其實大學它真的是需要的時候 才去用的東西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那唯一的問題當然就是說 雖然教授們對於這種 充滿了求知熱情來旁聽 而且也不需要幫他打分數的同學們 都非常的寬容 甚至到達了縱容的這個地步 但是最大的這個問題就是說 那就沒有文憑嘛對不對 是就是沒有大學學位的 那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 就好像我剛剛講的這些 博教的想法 都是這十年來的實驗教育 實驗教育失敗的很多 所以我們課剛就說 然後我們不要這樣做 實驗教育有一些成功的 就是剛剛講的素養導向 一聲一刻表 自主學習 那這些我們就把它收割進來 不是參考進來 變成我們慣性教育 國民教育的一部分 那所以說我剛剛講的這種 翻轉教學 這種國際上的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我們現在也把它收割進來 變成我們接下來 學位授語法的一個修法的一個提案 當然目前還沒有三讀通過 不過草案在那個 以及討論的簡報 在網路上都已經看得到了 新的學位授語法的想法 非常簡單 就是大學未來 就不是在undergrad的時候 好像一定四年或者五年 它就可以開一個十年 在這十年裡面呢 你可以隨時進出 而且呢它是學院實體化 意思就是說你最後拿到那個文憑 不是拿個學系發給你的 而是說有點像 大家可能玩過這個遊戲嘛 有成就解鎖嘛對不對 就是說你解鎖這個技能數的這個成就 這個技能數的那個成就 這兩個技能數點一點 你可以往下一個技能數 它會變成這個狀態 然後呢在大學系統裡面 甚至大學系統之外 你透過遠距的方式 像我剛剛講 OpenCourseWare去進行授課 以前那個教育部非常保守啊 它能夠採集的學分數是非常非常低的 還有一個擺名單啊 那今年我們通常他們把它修掉了 所以現在它能夠採集的學分數 我沒有記錯的話啊 是可以到一半之多 所以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你結合遠距的教學 結合所謂的Caston 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的 這樣子學問本位的教學 以及你在中間隨時跑進業界 跑去做志工 跑去撞遊 我也不知道要跑去做什麼 的這個過程 然後再回到學校 這個東西都是可以一直累積的 然後十年之後 你拿到一張所謂的文憑 但是這個文憑它其實真的 比較像你的CV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學的角色也就有所轉變 就是它並不是只是高等教育 它是高等教育 跟終身教育的結合 那這個東西 未來就會變成形態 那反而是說 專心致志 連續四年加兩年加兩年 做同一個題目的 那這個我們就是說 它對這個學科是有真愛 它才會就是不做別的事情 去做這件事情 大部分的人都會這樣子 經驗出處 去做一種彈性的學程 那所以我想各位是 就是新的學會授語法 上路之前的這個 最後一瓶 先列們 但是就是說我們 我們現在確實是 是會把就是大學教育 往這樣子的方向 包含高教成本去建立新的 就是教學應用研究 橫平的這樣子一種制度 是往這樣子的方向來調整 那當然我也不會 這個我們都實話實說 就是說 任何一個新的系統 包括Mr.Phil說 你看到舊的系統很爛 你要做的不是去改變它 去修復它 而且你建立一個新的系統 讓大家都覺得 新的系統真的比舊的系統好 慢慢舊的系統就沒有人用了 我們現在這一套想法 這套新的學會授語法 高教成跟Captone等等 這個都還在新系統的正當性的 正常的過程當中 所以它中間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 大家才能夠習慣說 我看到大學 我想到的不是這個 我想到的是這個 這個過程可能要花四五年的時間 那這個是大家都可以來一起幫忙的 但是當這個transition完成之後 我們就不會覺得好像大學跟初社會 是時間上的兩個不同的區隔 而是大學就是社會 社會就是大學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這我們目前對於高教的 一些具體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方向是非常確定的 那細節都是靠大家要來共同不完的 這樣子一個工作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謝謝 但是可以再講 可以 但你還有一個分鐘 可以 但你還有一個分鐘 所以剛剛不是說來講 這種這樣做法 比如四五年大家可以說 好像有一個想法嗎 因為這還把對大家來成功 很大的補助 對 我想台灣 如果我們不是有實驗教育 有百分之十的學生 可以自學 可以團體共學 可以什麼華德福 什麼之類的的話 那我們新課通也沒有那麼好對 因為我們推薪課通常的時候 教室要共同背感 他都在參考什麼吧 那所以我們就說 那你去看實驗教育裡面那些 那些已經提前在做了 等於這些是研究嘛 我們是開發嘛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所以同樣的 剛剛的這種中生學習的 那在台灣也有 行之有年的社區大學系統 也不只社區大學 其實包含二十年以上的 所謂的總體社區運造 包含所有的這些 所謂的平台合作化 等等的這些運動 在台灣其實都有 非常長久的歷史 現在只是說 大部分人如果跟家長說 我現在在某一個MGO 或者我在社大 或什麼東西 那如果他是在威權時代的家長 就會覺得說 真是沒有前途 什麼之類的 它是有一個Affect 就是它的相同的感受 的調整 那你其實調整人的想法 是非常困難的 但調整人的感受是相對容易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說 我們盡可能去把大家 帶到這些新的 這種學習型態裡面 然後讓它改變這個感受 但這並不是憑空而起 是說我們已經有 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 推廣這樣子的系統 的怎麼講 就是Positive Experience 就是讓越來越多人覺得 這是一件好事 但是當然你加入新系統 跟舊系統它是並存的 所以我也並不否認說 並不是大家都可以 很容易地被洗腦 去加入這個部分 我們只能說 當這個部分 它佔得足夠堅實的時候 那麼當以後 有人18歲的時候 他就有這個底氣 去跟他的家長說 我就是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觀望我的人生 那這個時候 社會上就一片交好 其實你看我們任何進步議題 大概都是這樣子 就是你並不是要爭取 全民都接受 你只要爭取 大概五成二的人接受 那在這個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Face Change 就是一個好像去相變 就是一個可能從議題 變成固體等等的 這樣子一個變化 所以我剛剛說四五年 並不說整個社會 而說那個時候 我覺得會有一個Face Change 會出現這樣子 好 那我們還有一小時左右 智商180是怎麼看一般人的 這個我們要了解 這個在科學上面 這個Unit 就是科學的兩側的單位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單位搞錯的話 太空說爆炸啊 這種事情都是會發生的 所以這個是以而傳而的一個結果 這個單位是公分 公分各位 那個我的身高是180 這個是沒有錯的 我真的是身高180公分 但是我的智商並不是180 OK 好 這個是要先跟大家做一個澄清 成人的智商是沒有意義的 成人的智商用這個微視測驗 好像只能測到160 160以上它就是跟你說沒有消毒 就是沒有意義了 就是再往上面有意義 但是呢 所以我不知道我智商多強 第二個是說 即使是有這個微視測驗 生人微視測驗 你只要走進那個測驗的時候 你手機上 灌大概五個APP 因為它就是考你說 東西轉90度怎麼樣 正背、刀背怎麼樣 什麼之類的 大家可能都做過嘛 你只要能夠挑五個APP 裝 隨便誰進去 都爆表 對吧 就是 智力測驗裡面沒有哪一個 不是AI才做別人類好的東西 整個微視智力測驗 你基本上就是可以用幾個APP 加起來 任何人做都爆表 什麼正背、倒背 這個對你的手機是問題嗎 當然不是什麼問題 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智力測驗對我來講 它的測的就是任何人有手機 就可以做的事情 有了手機之後 每個人的智商都爆表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智力測驗它測的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種 個人的競爭力 在現在是已經完全沒有用的 團體跟團體之間 也許還有競爭 這個是確實的 但是在那個團體裡面 個人跟個人 最重要的是 你怎麼樣把各自的價值 融合的這個 共耗 協作的這個能力 剛好智力測驗就沒有在測這個 所以剛才這邊講一些 什麼廢科層啊 什麼東西 我也覺得智商是廢測驗啦 就是說是已經沒有 沒有心度沒有效度的這樣的一個測驗 那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覺得它已經是上個世紀的產物 在此非常不推薦大家 去做為實證人測驗 那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也許它在 就是我們去間別學習遲緩 或者說它在學習方式 學習摩太 有些人用數字 有些人用文字 有些人圖像 有些人用互動 它在學齡前 特別是幼稚園的時候 或者是它在第一學習階段 一二年級的時候 我不否認 這些測驗或許有一些意義 但是到成人的時候 這個測驗 真的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在此也是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有27問朋友們 想要問說這個 我支持何能 還是反對何能 我會想要問一下這個 在場有多少人支持危機分 有多少人反對危機分 那所以這個看大家的表情 就可以知道說 這是好像沒有什麼利益的一個問題 有多少人支持北迴歸線 有多少人反對北迴歸線 對 就是說何子能 原子能 它就是一個科學發現 一個科學發現呢 它其實不是人類的創造 它是本來就應有的一個東西 然後透過實驗 然後大家發現說 有這樣子一件事情 它是介於危機分 跟北迴歸線中間的某個東西 就是說 就是危機分是我們創造出來 用來瞭解世界的東西 它是純粹的 那這個北迴歸線 是我們因為觀察到物理的自然的現象 我們畫這樣子一個東西 然後大家約定說 好了我們給它一個這個名字 但是比較是 已經開始往英文靠近一點點 那原子能的這件事情 它就是一個科學上面的發現 所以對它來講 支持也好 反對也好 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 大家已經做出來的發現 那這樣子一個發現 在科學研究所的工作之下 不斷地在往前推進 好比像說核融核能 這是大家現在都在做的一個題目 那好比像說 如何去讓核非料 去進行這個重新處理之後 它可以變成下個階段的發展的能源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 大家現在在做的題目 那或者是說去用那種 即使是用核分裂 但是之後比較不會出現問題的 這個材料來進行能源 那這也是這個各國都研究的題目 那這些題目都在非常早期的階段 以我所知啦 這個這些新的翻譯錄 都還不是在能夠上傳的情況下 但是當然各國對這個都非常有興趣 然後也投入相當多的資源 在這樣子的基礎研究上 因為這樣子它可以去調和 所目前核子能發電 在實際應用上面 大家碰到的一些真正的挑戰跟困難 希望能夠用新的科學去把它 這個解決掉 或至少解決到其中的一部分 那這個研究工作是相當值得投入的 如果各位現在想要研究這個題目的話 我會鼓勵大家研究這個題目 這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但是我對於科學研究這件事情 就像剛剛的表情告訴我的一樣 是沒有支持或者反對可言的 好,有人要追問 來 老師,我比較想問一下你怎樣 好像你有提上那個 台灣應該走那個暖實力的外交 我不知道 暖實力的外交 對,這個是一個什麼概念 OK,好,沒有問題 暖實力的外交 我們剛剛都已經說這個舉手的硬 所以我們就果斷的切換簡報 OK,好,OK 我可以先這個問一下嗎 就是大家沒有這個聽過 沒有聽過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或者SPG 這三個字的朋友們 沒有的朋友可不可以舉手 好,OK 好,大概快一半 好,那所以這個不好意思啊 我就花個兩分鐘接持一下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在2015年通過 這個呢,是當時USDP 就是聯合國的開發計畫署 去用各種方式 問了全世界上百萬人 問說 在2030年你想要看到有什麼樣的世界 放天燈啊 然後一百萬成天燈 這個就這樣放到了空中 然後呢,他們再經過詳細的討論 然後呢,這次不是各國的代表 而是包含所有受到影響的人的代表 全部都聚集起來 一起把這一百多萬展天燈 變成一百多項的具體的 說我們在2030年就是要達到這些事情 的這個目標 以及把這一百多項目標 統合成17項 大家比較記得住的主題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永續發展目標 不分開發中 已開發或南邊的北邊的國家 所有的國家的領導人 當然還不是一個國家的例外 所有的國家領導人都簽署說 這個我們要在2030年一起達到永續發展目標 這個等於是全人類在2030年的一個 共同的發展的方向 他們在把其實天燈集合的這個過程裡面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確保 不管你在做的是社會性的議題 或者是環境的議題 又或者是經濟的議題 你在裡面一百多項目標的任何一項 跟一百多項目標裡面的別項 都只會互相加強 而不會互相抵向 那這個工作是非常困難的 那他們做到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在做的事情 不管是這一百多項目標的任何一項 你需要做的其實就是 把自己的那個東西做好 然後你就可以很有信心說 我不是在破壞別人 這個就是所謂的永續經濟 永續環境跟永續社會堅固 這樣的一種概念 所謂的三重底線 因為有這樣子的思路 2005年大家這樣子的思路之前 大家的想法是說 經濟的部分是我上班嘛 賺錢嘛 創造GDP嘛 那在過程裡面呢 我可能造成一些環境污染 或什麼東西 那沒有關係呢 我們下班的時候 就投入環保團體嘛 或者至少捐點錢嘛 然後呢 就是讓nonprofit這個center 想辦法去淨灘啊 什麼東西 去解決這個環境問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社會上可能會撕裂啊 經濟跟環保團體 在全世界也不是只是在台灣啊 總是處在一個緊張關係嘛 所以呢 社會可能會因此來撕裂 那沒有關係 我們在社會上 有這個合作運動啊 我們有各種各樣 這個在社會上面做平權啊 優質教育啊 公平爭議和平啊 這些朋友 把這些社會的裂縫 我們慢慢的把它縫上 但是呢 這樣子的觀點的問題就是說 裡面大家可能抵銷的力氣 比實際做事情的力氣還多 然後呢大家就是在互相抵銷了 那但是呢 所以說永續發展目標的觀點就是說 我們挑一些這些目標 你在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同時促進 永續的經濟環境跟社會 那這個永續的意思就是 它不是只對我們這一代好 對下一代 對下下代 到七代以後 都是比較好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是 就是天地的過客嘛 所以我們check in的時候 狀況這樣 我們check out的時候 狀況比較好嘛 那這個是最基本的想法 所以什麼叫暖實力呢 暖實力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們挑 永續發展目標裡面的 第17項 裡面的17.18 17.17跟17.6 所以我現在在聯合國大會期間 我去跟這個各個相關的朋友們 進行討論的時候 那我當然都是戴 永續發展目標這個胸杖 然後呢甚至我是穿 永續發展目標17項的這個 環形這個衣服 那我如果站起來的話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底下就寫 台灣can help 那台灣can help 然後我發的名片 上面都是寫 永續發展目標 台灣can help 那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在這時期上的哪一項 其實我們台灣面對 我們的社會跟環境問題 都已經凝聚出一些解決方法 不管是用人工智慧去偵測漏水 來對抗邪惡變遷 或者是說 透過大家自己公民所做的空隙盒子 去偵測這個空污 然後呢去讓這個政府必須要面對 說我們要怎麼樣處理空隙的問題等等 這些在台灣的創新 都是建立在公民社會的力量上面 而政府一向都是保持著一個 打不過就加入的這樣子一個精神 而不是像亞洲的其他國家 是你威脅到我的正當性 我讓你消失的這樣子一種精神 這是台灣跟周邊國家最大的不同 這個在這個昨天博信演說裡面 這個我們請幾位燈塔的領航員來 這個場就是這個意思嘛 就是所謂的民主的燈塔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很unique的狀態 就是說我們大部分的這些創新 其實高手都在民間 它在進行擴散的時候 像剛剛講用AI修漏水的 現在在紐西蘭 紐西蘭的各級的單位 願意把他們的水壓、水流量 提供給台灣團隊 讓我們用AI去知道說 他們到底哪裡漏水 然後師父們哪些修什麼 因為以前他們沒有缺水問題 因為氣候變成他們這兩年開始有缺水問題 所以忽然之間 這個變成互相相信的一個部分 我們就可以說我們智力永續發展目標 我們把我們所有正在做的事情 包括我們的社會企業 從明年開始 甚至我們上市公司的SESAR 我們全部都用SDG來編好 那這樣就像彩蛋一樣 160號菜 任何人想要跟台灣建立長期關係 我們就跑去做生意 但做生意的過程裡面 解決社會跟環境問題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暖食力 Warm power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是張燈結彩啊 不是砸大錢啊 不是放在特定的政治人物上面啊 等等這些外交工作 我們做的事情是 我們自己有的問題 我們幫助大家解決 大家解決過程裡有些新的創新 我們在台灣又可以再用到 過程裡面 我們就一起去累積了 對於目前世界上環境的情況 社會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帶下彼此可信的資料 甚至運用分散式帳的技術 確保各國都不能存在改 然後呢我們去分享 跨部門合作的這個經驗跟精神 好比方說我們的CDO 就是消除一切形式對婦女歧視公約 那那個就是民間跟政府 影子報告跟公開的報告 每四年 我還可能每兩年一次 大家一起往這個多元的各樣子 各種各樣的性別的平等的主流化 的這樣子的工作 那這個叫Effected Punishment 台灣在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我們是在各國去這樣子進行分享 以及所謂的Open Innovation 我們這樣子做出來的軟體 我們這樣子做出來的演算法 做出來的架構 我們盡量用開放圓馬的方式 讓在地的朋友們能夠去改成 他們真正需要的狀況 而不是像以前這些對外援助 好像都是一大包 你要買藥 要買不要 藥的話 技術也是控制在那個捐助的那個國家的身上 到最後他當地的朋友們的 程式設計的能力啊 資料科學能力啊 還是沒有因此而增加 因為都是等於國外在遙控嘛 那這種名為援助實為殖民的這種狀況 其實這個大部分的非洲國家 以及其他的發展中國家 都已經生無痛絕 只是說他們的政治人物 並不生無痛絕而已 他們的人民都已經生無痛絕 所以我們透過讓人民 賠利的這樣子方法來進行外交 其實是相當受到當地的組織的歡迎 所以我用視訊的 我用這個遠距搖線的方式 我不管在Burkina Faso 或者是在明年在阿迪薩巴巴 在伊索皮亞 或者是在這個就是 深淵愛女子堡 或者是說在等等這些地方 其實都有相當多的朋友 然後我們不斷地在進行這樣的分享 那我也在聯合共和週邊組織 其實不斷地帶著我們的官員 去進行這樣的分享 只是說中間有一場不小心有直播 然後被記者發現了而已 但是其實前面後面都有 所以就是說在這裡的重點是說 我們只要是挑遠去發展目標做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對全世界好的 誰如果想要打壓 誰如果想要干擾 那是他的問題 不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到現在 他們也不去打壓或干擾了 我們只要說我們是做到去發展目標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暖勢力 所謂台灣暖勢力命運共同體 就是說我們的命運 跟整個地球的命運 使用這樣子的方式結合在一起 好 希望能夠壓到這位同學會議 來 就位 你剛剛提到有區發展的部分 那可是有時候在社會場所 都會出現一些就是環保跟經濟的重點 像是最近的在來朝代節目 就是跑了一個關卡的天然氣結束戰會 因為他自己掌握到經濟的部分 也掌握到可能是人員安全的 他們認為在台灣興建的這個現實接觸戰 還有台灣的能力的重大圖 那我認為這樣的事件 是 那個這張圖說明了一切 那就是說 我們在上個世界治理模型裡面 其實確實如同您說的 左邊這個繩結 它可能是經濟部 然後所有那些這個正在缺電的缺地的 什麼這些朋友們都是去找經濟部 說我們現在真的對你們的能源規劃 我們就是覺得說 假設離岸風機 這個就是沒有辦法如期完成 目前看起來其實會超前啦 但是他們就是有一些疑慮嘛 那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有這個備案 那備案想必就是天然氣 那所以這個大家一定要確保 天然氣的重組風力 然後多撿幾部 天然氣的機組啊等等 這些朋友們會往經濟部長 去進行這樣子的澄清流水抗議等等 那當然這邊就是往我們的環保室 那所有想要對環境保護 有想法的朋友們 包含說這個塑膠吸管 這個神樹奶茶的時候 能不能換成甘蔗渣啊 或者是據說一大片面 擦進去要過兩個小時才會變軟 什麼之類的 就是它會有各種想法 去取代掉這個塑膠垃圾 還有垃圾 那這些朋友們就會往我們的環保室 去進行這個塵抗 那中間大家看不到的 這段就是我們的專業事務官的這個提醒 那他們是非常可憐 就是所有的壓力都在他們身上 然後呢 因為你搞階段的討論 不能公開的關係 目前有一個例外 就是我主持的會議 全部逐字搞 都會兩個禮拜之後對外公開 但是那是少數 那大部分的時候 專業事務官在中間 已經擬了非常非常多的案子 可要兩個部長都點頭 他才能夠出得去 那所以呢 中間可能這個他們已經做了無數的事情 但是外面這個完全都不知道 那所以這是 本來治理模型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像官方這樣 它其實 中間其實經過相當相當多的折衝 然後它實際影響到了藻礁的範圍 以陸域上的藻礁來講 當然已經縮上非常多 但是當然大家就會說 那海域裡面的藻礁等等 它有沒有充足的時間進行討論等等 這個繩子不斷地都還在往不同的側去拉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想要換到一種不同的治理模型 剛剛那種治理模型之所以 那麼大的緊張那麼大的壓力 主要就是因為政府把自己當作組織者 就是那兩個繩子 跟仲裁者就是事務環中間那條繩子的角色 只要政府一天還把自己當作這個角色 這樣子的角力它就不會結束 它就是永遠都在政治角力 那大家好像也習慣了 但是呢 其實透過新的科技 透過所謂的公民科技 透過開放政府 政府其實可以問兩個不同的問題 因為第一個 我們真的不需要各個部的部長 或者是立法院把大家組織在一起 你只要一個hashtag 對啦 十萬個人就組織在一起了 所以政府作為組織者的角色 其實已經是一種幻覺了啦 我覺得 然後第二個是說 作為仲裁者的角色 它目前呢 當一個新的東西 好不像說無人車無人機 這個各種各樣的AI出現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馬上就成立無人車部啊 AI部啊 這個什麼之類之類 就是什麼加密貨幣委員會啊 就是說你不可能冒出一個新東西 政府就多一個繩結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作為仲裁者的角色 同樣的也因為新興的這種 不是既有誤會的事物 而是獲得了挑戰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現在正在轉型到一個叫做 協作實質理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這樣的一個架構 這個架構裡面 政府問的問題只有兩個 第一個 好了大家立場不同 有沒有共同的價值 永續發生物料 到底大家 多把它當一回事 永續發生物料 沒有哪些 大家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大家相對排序怎麼樣 有沒有一些孫滿意 但可接受的價值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如果有些共同價值 有沒有人能夠發明一些創新 讓這些價值都能夠獲得照顧 那這些獲得照顧的過程裡面 這些創新就可以讓大家往前 就好像說這個 我們兩個板塊碰撞會地震嘛 但是因為地震的關係 台灣每年上升五公分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 銘具到一個更高的創新 所以像剛才那個廢棄物的 就有朋友們在做創新啊 就是說漁船出去捕魚 然後捕掉一些塑膠垃圾 然後它發明了一個基礎 可以把塑膠垃圾不要再丟回海裡 而是把它還原成為油 然後油之後它也不是賣 它就直接交換給這些漁船 然後這些漁船又有油料 它可以省一些油錢 然後又出海去捕垃圾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創新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並沒有犧牲任何人 它一方面有經濟價值 一方面又有環境價值 但如果你沒有一個 足夠好的一個系統 去挑戰現有的法規 那這個好像有點威脅到中油啊 或者說好像 這到底是一種新的什麼行業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 在法規上面 必須要發生新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能夠去讓這件事情 去能夠去做 那這個東西它才能夠真正的realize 所以我並不是說現在所有的事情 都能夠協作實質理做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現有的成文法 我們是一個大陸法系的一個政權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今年特別引進了就是沙河的這個概念 什麼叫沙河呢 就是說那個想法 你覺得現在的法規面很爛 你覺得某個新的版本很好 但是呢你又沒有辦法說服 高達這個五成的立法委員 或者市議員 因為他們根本聽不懂在講什麼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去申請限期違法 就是說我們在一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就違法給你看 然後呢我們就要求立法院給我們的 授權是說 後面像說目前這個中華電信開機銀行 再做一個金融普惠 這跟各位可能有一些關係 就是說假設各位之前 從來沒有跟銀行付過錢 帶過錢 也沒有什麼這個太多的存款 什麼之類的 所以呢你在聯正中心 沒有太多的紀錄 這個時候銀行願意受信給你多少的風險 這個很難算 那或者是說大家拿雙證件去開戶 這個很麻煩 所以目前在金融商合裡面正在做D案 他們的這個申請通過實驗案 就是說你直接用手機 根本不用雙證件 你就可以直接在線上開戶 為什麼因為當年你辦門號的時候 你已經給握了雙證件 KYC已經做過了 那第二個是說那你的受信的額度 就是你的繳電信費的這個紀錄 他拿這個其實跟銀行 沒有什麼關係的業務 去算受信額度 那這個其實是不是破壞法規 破壞這個金管會的那個風險管理原則 當然是嘛 那但是沒有關係 我就讓你違法 違法個一年 給大家看說 這是不是真的能促進金融普惠 如果可以的話 管理規則就會因此而修訂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感謝大家付了學費 最多影響到4000人嘛 那我們下次再用另外一個方法來做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讓社會創新來引領法規創新 那當然到了年底 無人載居入海空的5G的頻段 平台經濟 還有比如說你加油停車位 是私人的 你想要每天租出去8小時 但是你不想要收集停車場的稅 等到這已經超過100安 都在這些不同的沙盒 sandbox.org.t上就進行實驗 那只有我們當政府的各部會 放棄這種規管的威權的思維 而是說我們就是凝聚價值 創造創新 我們才真的能夠從政治角力的這個治理模型 換到剛剛講的這種 共同創造的治理能型 那這個不是四五年的工作 這個是四五十年的工作 這個大概要第兩代 我們才能夠去把政治模型去進行改變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一些事情確實就像剛剛講的 還是用這個模型在運行 但是呢有一些事情 特別是立法院跟議員都說 好啦我真的不懂的事情 那就有機會像無人載居 就是用這種新的沙盒的方式來做 因為大家真的都不懂嘛 那我們run個一年 至少大家有第一手機能 我們比較知道怎麼樣 處理這樣子一種事情 所以本來的事務 目前確實我們沒有辦法 全部都用寫作來做 我們目前是靠電子連署 靠公圖 撐開一些空間 新興的事務 大概現在都很容易 慢慢開始用寫作的方式來做 這兩回會並行 大概我覺得 在四十年或五十年之後 新的系統可以取代 舊的系統 但是這真的是需要時間 這樣子 希望可以大家在哪裡 好 有人要追問嗎 如果沒有要追問 我們就會下一個 來 我想追問關於前面的 什麼 我想追問關於前面的問題 好啊 來 跟這個型一樣 來 沒關係 那我提出我一個 教授有段話 因為我是機械系 是 他說就是 主要做能源的方面 就是機械系 然後他說 信長 因為他為教授 他好像是就是 就是 蔡政府 他們的顧問之一 然後他說 這個地帶能源 只要有研究的人 都知道 現行就是沒有辦法 然後他說 如果真的 這就是你做這個的話 他說如果真的 2025 2025 全面無核的話 那時候店家就漲一半 然後所有的 所有的價錢都 全部都漲下來 然後店會根本不夠用 他說我2025 無核 不太可能 就可能的話就會 發生這樣 然後就引出大花 那 所以 就基於這點 你可以做一個比較 然後還有就是 你認為 對 沒有關於 就是 那 那個 首先先推薦各位看這個 叫做 能源轉型白皮書 Energy White Paper 點T 那這個轉型白皮書的特點是說 它並不是 它並不是 就是 經濟部寫出來的 它是所有 類似提過這種疑慮的朋友們 它有一個意見的流向表 這個意見的流向表 是非常 非常強大的 就是說 它有一堆這個 討論的小組 他們跑去全台灣 去各個不同的社會團體 產業團體 能源轉型 各種的公民面對面等等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去把每一個人 講的每一個字 都打下來 然後分門別類 然後包含 您剛剛講的那位朋友的意見 一定都也在裡面 那 但因為我現在沒有什麼時間 去講這個 試算模型 所以呢 這個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 白皮書裡面每一個字 到最後是 誰的哪一句話 怎麼樣回應 去做出來的 不過我可以很快的回應 這個 就是所謂的 就是電家長什麼的 這個部分 大家聽到 經濟部或者是 院長在立法院 他講的 那個就是說 長的幅度非常有限 這個是建立在說 離岸風機 這個正常運轉 的這個前提下 您剛剛講的那位老師 講的那個 scenario 是建立在離岸風機 一台都轉不動的那個前提下 那離岸風機到底也轉不轉得起來 這個確實是一個機械系 給幫忙的一個問題 對 就是說離岸風機這個技術 它是滿成熟的 但是確實在台灣 我們之前從來沒有做過離岸風機 所以這件事情就會變成說 我們現在是邀請國際上 技術已經很成熟 他不覺得一定沒有什麼問題 的這樣子一些地方 那我們確實也是用 稍微比較優惠的這樣子一種電架 對 或電架 去讓他們去做這樣子第一步 那做完之後 我們不管是碼頭 或者是我們不管是維修 所有這些東西 甚至在離岸風機上 我們現在會請他們去 裝空氣感測器 所以就是那種公民的空氣盒子 兩步道的地方 就是台灣海峽上 這個後面會開始有這個感測的點 那第一批這樣子炸起來 其實現在已經有示範機在轉了 第一批炸起來之後 後面的工程團隊 就會擴大這個量 然後就會進來 那在過程裡面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在機械上 它真的是可行的 碰到颱風 碰到什麼的時候 它都有一些因應的做法等等 那這樣子轉起來的時候 電架的影響真的是非常有限 所以確實我們目前 離岸風機跟天然氣 這兩個是最主要的 電源轉型的這個路徑 那我自己當然不是學機械的 我是學人體工程的 所以我在做的事情跟哲學的 所以我在做的事情 大部分就是確保說 這個過程它是充分的公開 那以及它累積到的數據 不是只是為了奠定使用 而是也可以為了大器科學 切割邊緣等等這些東西 來做使用 所以如果就是 我想教授們 就是當然都是這樣的專業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們 他腦裡的那個快取 可能是停留在某一個時期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 為什麼說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建立reliable data 那就是希望說大家可以看到 新的這個網站 新的資料的時候 腦裡面的快取可以清一下 然後可以去往實際的 這個狀況去做 所以也歡迎大家 繼續多關注 就是聯合工工技 他們會不斷有科學資料去釋出 那這件事情我想就是 大家可以一起集思廣益 然後未來像浮動射風機 等等這些技術更成熟 我們就可以在更外面 封場更好的外海去布 那這個外海就更不是問題 只是說那個技術 就跟我剛剛講的核融核 或者什麼技術沒有太平衡 會要承受到高一點 但是就是說這些技術 目前也都在Active去做 所以如果你想要投入這方面 就是浮動式的風機 怎麼樣早一點 在我們的風場加起來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的貢獻 因為這些預作完之後 那變化其實真的不是文力 有二十多位朋友們說 政府對浮地膜進行查核 會不會演變成另類的思想控制 那三個字我是絕對不講的 就是說 因為首先就是我家父家母 都是新聞工作者 然後我覺得講這三個字 就是在跟新聞工作者挑釁 那因為這三個字 我們可以注意到說 蔡總統現在也不講了 他國慶也說 擁有的是假消息 Disinformation 那這個是差很多的 因為就是這三個字 它有兩種不同的解讀 一種是說你是新聞工作者 但是你查證的過程裡面 你可能有些疏漏 或者是別人給你的事實資訊 不夠多 所以最後報道跟事實 可能有些出入 但你還是在做新聞工作 這個是一種意思 另外一個意思是說 你不是新聞工作者 你就是蓄意的想要讓大家以為你是新聞工作者 然後把它frame成 看起來像新聞 但事實上完全是故意操作的 假消息 不是訊息 那這個也算是 這是這三個字 那我有一次跟那個 就是台北市長 透明這個議事 聊天的時候 這個有直播的 那他就說 他覺得這兩個都不能算是假新聞 他覺得假新聞是誰 記者辛辛苦苦寶寫了一篇報道 內容也沒有問題 編輯給他下一個非常聳動的 然後跟內文其實圖文不符的 這樣是一種標題 這個他覺得是假新聞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大家的那個定義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它在法律上也是不同的作用 不同的行為 事實上中間根本沒有重疊 所以中間沒有重疊的三個東西 你用同一個名字去把它這樣子去講 那它就會造成所有人的混淆 然後就會造成沒有辦法做具體討論 By the way 我對智慧財產權 這五個字也是其相同的看法 因為其實就是著作權 專利 集體驗絡護局 商標 完全沒有什麼共同之處 也完全沒有重疊的地方 我們把它圈起來叫智慧財權 對什麼都沒有防止 或是體外化 好 那無論如何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不會用這個 加新聞這三個字 那但是呢 不實訊息 這個確實是很重要 那以及新聞工作者的查證的工作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Misinformation 跟Disinformation 需要完全不同的處理方法 Misinformation 我們現在是怎麼處理的 如果現在大家到那個行政院的全球資訊網 就是我們的官網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在官網裡面其實有一個專區 這個專區呢 就是叫做即時訊息的這個澄清 那這個專區呢 在這裡嘛 即時新聞訊息程序 那這個專區呢 它的特色 就是說它是各部會 馬上 這個 這個真的是蠻 蠻應景的 好 各部會這個只要一看到 在社群媒體上面 這個或者是在這個 就是新聞上面 有一些報導 這些報導目前正在流傳 那這個流傳呢 他們就會馬上 在一個news cycle 就是7點鐘看到 早報 它在中午 無間新聞出現 之前 5個小時之內 他們就會馬上 把它手上 所接收到的訊息 像拼圖一樣的 去在這個上面 去即時提出 去澄清 那這個即時提出澄清 並不是說 當時做這個的新聞工作者 他是冒牌的新聞工作者 他是真正的新聞工作者 他在做的是職業政府 職業政府是新聞工作的天職 職業政府是一件好事 職業政府有揣測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們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 他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說 我們對於媒體 報導這件事情 我們不會去查進媒體本身 我們是說 你在下一次 在五間新聞的時候 拜託把我們這邊的平衡的報導 我們要求的不多 就是相同的版面 左邊的版面 右邊的版面 時間上前面的報導 後面的報導 就是這樣 希望能夠即時的加以平衡 也養成大家看到訊息之後 深吸一口氣 不要把它當成即時戰略遊戲 把它當成回合制戰略遊戲 這個就是去問說 他的下一手 他的下一步是什麼 這個時候 當你把它想成回合制的時候 你就不會一時義分填膺就轉傳 然後發現事情不順便 所以這個是我們對於 misinformation 的處理方法 當然這個中間大家就會說 這個是大家看得到的 公共公眾媒體 可是 disinformation 它 operate 的地方 是在非公眾媒體 是在 line 這樣子的一種群組 連 line 公司都說 它根本不知道你在 line 裡面傳什麼文字 它是點對點加密的 點對點加密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line 只知道你用了哪些貼圖 這個各位部長怎麼知道 line 知道你用了所有貼圖 但是 但是它不知道 你傳的那個文字訊息是什麼 那個是有加密的 所以呢 對不起 因為性別平等的關係 這個我們真的並不是這個性別歧視 所以就是每次 refresh的時候 那個就是 主角會不一樣 OK 好 所以這個要特別的 特別的這個 就是 就是一二等尊相數 什麼都 這個都會 都會在這裏面 那這個東西它不是政府監製的 它既沒有政府的錢 也沒有政府的人 但是呢 它可以觸及什麼 可以觸及 instant message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misinformation 這邊沒有辦法碰到的 它真正可以觸及 this information 如果你用這個公民團體 所建成的這樣一個line bot 它叫做真的假的 你只要把它加成line的好友 你看到大家長輩在傳的訊息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去給它 說 欸那我轉傳一下 欸到底真的假的 然後它就會回應 到底真的假的 其實當年我們怎麼解決 垃圾有件 詐騙有件 就是靠這種方法在解決的 那當然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是所有已經澄清的 對 這個蠻那個的 我們不要停太久 不然會精神污染 那就是 大家就可以看到 目前在line上面 這個傳的最兇的是哪些東西 好 那當我們點進去之後 這個 就是 就是 你就會看到具體的這個 就是查核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件事情 它是靠群眾外包 群策群力的方式 去進行這樣子的查核 所以第一個 這不是政府在做的 真的沒有用政府的錢 這也不是政府的人 而且呢 如果你去看像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它的那個董事名單的話 這個 其實就是 就是 對執政黨有意見的人 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是說 如果政府造謠的話 第一個就被 就被抓出來查核 所以 就是說這個真的是 有公民社會在做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在上面轉傳的 這讓我們有好處 它從暗處 很容易浮到檯面 大概就知道說 現在傳的最兇的 到底是哪些東西 看剛剛那個謠言資料部 就可以知道了 然後如果你願意的話 他們每個禮拜有編輯的小劇 大概就是在一起吃東西 在一個很融洽的氣氛裡面 去看剛剛那些精神污染物 這是一種 這個數位淨灘的工作 然後應該去找到說 到底它的實質基礎等等是哪裡 所以這個 我覺得是不會成為思想控制的 原因是因為 這真正是社會創新 它解決社會問題的同時 它是靠社會參與 來解決社會問題 而不是靠單一的 什麼公務員等等 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呢 是台灣的發明 這個各國都非常有興趣 所以目前也有 國外的很多NGO 已經在跟這個團隊合作 希望這個出錢 讓他們port到 WhatsApp上面 或到其他的 我也不知道現在已經在流行什麼了 反正就是有bot的 這個即時訊息的平台裡面 大概未來都可以有 台灣的這個發明 就是真的假的在裡面 所以目前是這樣子去進行 所以我們當我們說 事實場合的時候 都是獨立的公民團體 而且很多家一起在做 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不要造謠 我們如果發現 我們不小心造謠 我們趕快出來澄清 然後我們如果發現 這個早報的新聞有一些 就是片面的資訊 然後我們趕快像拼圖一樣 把它拼起來 我們目前來的政府 就是這樣做 OK嗎 好 我們就繼續 OK 那我們還有20分鐘 好 台灣大學學歷不斷免責 其實因為有多研究成本 有不少流浪故事 他們很多在台灣找不到 會是工作 或者是能定性工作 然後外國去不斷把這些人才 高興挖手 令台灣成為了外國人才的提款機 但與此同時 國內不少行業 卻抱怨沒有足夠的人才 你認為這是不是 教育資源湊派的問題 令大學派一個 台灣不需要的人才 還是國內其他問題 你對這個時候看法 好 OK 都不用特別開始 我有相當多的看法 第一個 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比較特別 而且不代表新政院立場 我覺得人才外的蠻好的 我覺得人才沒有對流才是問題 那以前這個 我們常常有我們這個領域 就是做資訊科學 然後就認識到新加坡的團隊 然後兩個人就各自照片買馬 然後就開始創業 那有可能八成的機率 那家公司就是 被人登記成新加坡公司 然後台灣人就飛到新加坡去了 然後有另外一成的機率 他們開到EU 就是什麼開滿群道啊 還是什麼神露姬啊 什麼的公司 然後呢 他才是用遠距工作 只有不到一成的機率 是那個新加坡人跑來台灣創業 這個是事實 那為什麼這樣子的原因就是 因為新加坡相當早 就提供了非常多的政策工具 讓想去那邊創業的人非常的方便 他們推出了所謂的就業金卡 可以有三年的時間 你可以在中間任意的換工作 你不需要被鎖死到一個老闆 你可以享有政府所提供的人才的 媒合的機制 甚至你的眷屬啊還是什麼 也可以享有什麼我忘記了就是 反正是一些社會福利啊等等 這些資源等等 反正就是有一個真正財經卡的 這樣子一個專案 然後呢他對於設在那邊的 就是新的公司 還有相當好的這樣一套投資 特別是影響力投資 就這樣子一種生態性 然後去確保說 誒他們的政府其實也會有他的 所謂的國家資本嘛 然後去跟民間的創投一起合一去投 這些在非常早期Risk非常高的這些行程等等 我們對於這些政策呢 我們在這任政府一向是 採取打破規制價格的態度 所以呢新加坡我剛剛講的 每一個都已經超過來了 也已經生效了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 基本上是人才政策是非常開放的 而且跟西加坡不同 他們三年用完就到了 我們三年用完也可以訓略 所以這個就是人才就已經卡了 一百多個來自不同領域 等等這些朋友 我們現在就是讓人才隊友變得容易變得可能 那大家可能聽過這個杜一錦老師 杜一錦老師 杜一錦老師他也是人才外流 他在台灣創辦了這個PTT的這樣子一個 我也不知道要叫什麼東西啦 一個開源的言論空間隨便啦 那他做了這個時候呢 他就跑去美國國安院嘛 然後跑去微軟嘛 然後也是掌管他們的Cortana 這樣子一種AI技術的 等於一個領導部門的一個領導人嘛 總監啦 那後來呢 他就覺得說 他想要回台灣 因為他是高雄嘛 大領古人 他還想要回到台灣去 去重大建設台灣 他終於其實想回阿花幾次 但是呢 每一次呢 他在談這個回來的條件啊 或者是說 台灣到底能不能支持 原來的這個創業生態系啊 稅法怎麼適用啊 到底NPO能不能夠掌控一個公司 實際上他會公益服務啊 之前呢 各個部會的朋友們呢 在前幾天政府他都問過 然後他就是碰到各種各樣的困難 那但是這一次 因為我們有像剛剛講的 上阿德 即時調適 外國人才能等 所以他不是自己回來 創立艾蘭而已 他是把 好像那個就是放長線 掉大雨啊 他把他偶爾同事都挖回來了 他把他在就是外國的這些人脈啊等等啊 都帶回來 所以才一部分促使我們今天就是說 喔 為了說我們要在這邊有100多人 甚至200人的AI Center 然後Google變成這個台灣最大的 軟硬體的這個AI的智慧 一個研發中心 然後大家只要講得出名字的 什麼Uber、NVD啊 什麼IBM、Amazon、隨便啊 這些大概都把台灣當作AI發展的重鎮 當然不是說這個路易捷一個人 就造成了後面這麼多 可是他至少起到一個示範作用 他好像一個金絲 礦坑裡的金絲圈嘛 一個Canary嘛 他這次飛進來發現 欸礦坑裡空氣蠻好的 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 然後大家就願意進來挖礦 所以我覺得嘛 就是說外流真的不是問題 本來人才就應該要外流 本來大家在做的題目 做到一個程度 你本來就是應該在更大的空間去發揮 但是過程裡面 你如果發現說 欸這些裡面有一些新的創意 它真的能夠回來 去凝聚台灣的社會 跟環境的力量 或者是說你就是在外國 發現說外國的法律 沒有那麼容易挑戰啊 你要回來台灣用沙盒的方式 去把你的新的創新或的產品線 在台灣透過這些sandbox 進行證明等等 那你就把那個東西裝回台灣了 這個目前已經有很多 所謂台商回流 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目前是滿高興的一個情況 但是你在生活的中間 你到一個移民 就是跟你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 去試著去挑戰 哪些是你自己的生命經驗 哪些是你吸煙而不察 好像對市長同一個文化洗腦的 這個過程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非常鼓勵大家去外流 那當然如果就是 如果到國外覺得說 也比較花時間比較麻煩 而且或者你跟你的家庭的關係 很緊密的話 那我就鼓勵大家做島內移民 島內移民 島內移民也是很重要 像我自己就是 我剛剛說15歲 就是離開正規學校體制 那我就跑去太亞族 就不如我待了一陣子 那這個真的有個好處 就是說永續發展目標這些東西 我們看起來好像說 狂振經濟發展思維什麼 可是對於這個阿塔亞 對於班萨爾 對於這些 這些First Nation的這些族人來講 你根本不需要跟他洗腦 永續發展目標 這個就是他們的文化 這個就是為什麼毛利人 要跑過來尋根 這種共存共榮的這樣的一種精神 是我們要去學 而不是他們要來被我們教育 所以如果覺得出國有點麻煩 那其實去不同的族群的地方 去做島內移民 這個也是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去理解到不同的世界觀等等 那這樣子當然也許你從這個 就是特定族群的角度看起來 也是人才外遊嘛 就是從這個北浪 然後慢慢變成這個某個族的族人嘛 然後再慢慢回來嘛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對於鄰居共同體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這個就是我們賴清德院長 在立法院大學的時候很喜歡講一句話說 我不是漢人 我是台灣人 那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是按照那個DNA的那個族群去分 而是按照願不願意 透過這種多元加持對話的方式去分這樣子 嗯 我就知道會不會問到這個 哈哈哈哈 那有一位朋友問說 這個台大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有校長 那這個確實因為我來講 這個講座也是有騙書啦 那目前是代理校長他的這個聘書 對 所以這個我瞭解是大家非常關心的這樣一個問題 那第一個我不知道 我很誠實地講我不知道 因為所有在這個院裡的對這件事情的討論 我不是獨特教育的證明 那是另外一位證明 從來沒有人邀我去開會 所以我從來不知道到底他們在討論什麼 那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我覺得經過這一番討論之後 這個全台灣的法學素顏都有所增加 大家對於公法跟行政程序法 都有非常非常這個密切的了解 所以我覺得這也蠻不錯的 這是一個社會教育的機會 至少說在未來大家就是比較不會有那種 好像德國且過啊等等這個狀況 所以第一個我不知道 但第二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這個也算是爆料 就是說這個在國際上面有很多國際組織 想要邀我去當他們理事會的包含理事啊等等 那這些國際組織有些是聯合國周邊組織 那有些是像最近有一個 Global Future Council 那個就是GSMA就是GSM的那個團體 然後跟西班牙政府加太國內亞政府等等 一起去做的一個 我們怎麼樣去在人工智慧跟群眾智慧中間 建立巧合作成獲勝智慧的這種最先進的研究題 那他們知道我發了很多遍 Essay講這個他們很想要騙人 這種國際組織在台灣都沒有分布 那如果在聯合國周邊組織 在台灣有分布的結率是零啦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要去認識去擔任他們這個東西 權序部有一個辦法 是說公務人員如果要堅持的話 他只能堅持非營利 這個沒有問題那個是非營利 那但是呢這個非營利呢 那個辦法說他必須要在國內 跟駐港機關立案等級 我才能夠去堅持 那所以呢這個就卡住了 我就沒有辦法去當這些 國際組織的這個職務 他只能偶爾邀請我來演講一下 就像我現在演講這樣子一樣 可是呢大家聽到都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跟台灣暖實力的方向 這樣剛好是相反的 如果我們的所有官員 都不能去參加外國的 非營利的國際組織的話 那這個到底算什麼 而且最有趣的就是說 公務員服務法 它的母法裡面 所謂公務員只能從事 非營利的堅持 它沒有規定說只有國內的 所以這個辦法 它是在預約母法 它是母法所如之限制 他們還為了管理方便 然後就把它加上去 那但是呢我就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說 那這是爆料的部分了 據說院內也有一些同仁 他就完全不管這個 他就上籤 行政院長簽字負責就算了 他就去當這些國際組織的 這個東西 它可能是國際期刊的 申稿委員啊 還是什麼東西 這個想必貴小 也有一些行政官員 正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所以呢 這個未來如果爆發出來 又是集體工業 那所以我的選擇很簡單 就是我們昨天正式 就是在院內開始上籤 秘書長們應該很快 會正式去安全序部 說我們覺得櫃部的這個辦法 櫃院櫃部這個辦法 是預言無法無法作物之限制 我們希望選擇部給一個解釋 這個解釋你也不用改那個辦法 就是說那如果國外的 這些非營利組織公務員 要去兼職的話 當然收入不能超過一定的比例等等 這個東西希望給我們一個明確的 明文的函式 那這個函式以後未來 大家都可以用類似的這個方法 在主管同意之後去進行 那為什麼要養成這樣子一種 把它挑明來講的這樣子一種習慣 一部分也是因為貴校這個案子 讓我覺得說好像不能夠這樣子做 而且應該要就是讓秘書服務 就是很明確的給一個案式 讓未來的人能夠比較辦理 而不會覺得說 這個唐鳳就是編繩女人的關係特別好 所以他可以這樣做 那下一個關係不太好 不能這樣做等等這種狀況 未來就不會發生了 盡可能用明文的程序 來減少正義這樣子 希望有 來 請 我是想做問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院長提出那個龍司令 那好像我聽起來好像是一種 環保的議題 當地的環保的 或者社會議題 對對對 好像做一個怎樣的交流 那這樣的話對於台灣的那個實質外交 是有什麼幫助嗎 因為我知道這樣是 台灣的問題 兩年 蔡政府上台之後 就是台灣現在生在18個方角國 對 所以是已經有3個還是4個 還有一個方角 那這樣的話 那怎樣是對台灣的實質外交 有什麼幫助 還有另一個問題是 那以怎樣是實力的這個外交政策的話 那台灣在面對兩岸關係的時候 如果也是從這個角度去切入的話 那對於我們怎樣的兩岸關係 為了有什麼樣的一些發展 好 非常好的問題 為什麼我一直要強調說 當年這是一種需發展的目標 它不是國家代表去避免會議制定的 當年有一個叫做千禧年發展目標 各位可能比較年輕 不一定記得當時的程序 但當時的程序是每個國家的人的想法 透過那個國家代表反應 然後透過國家代表進行討論 那是MDG的形成方法 這次SDG不是這樣子 所有正在碰到氣候變性影響的人 好比像說過了20年 他住的地方就不能住了的人 他們的國家可能很大 他們可能只有很小的部分 這些人的訴求 因為比例代表制的關係 他不一定能夠傳達到這個國家 成為這個國家主義程 但是因為有網路的關係 所有正在碰到這個問題的人 他可以透過網路橫向連結 組成一個叫做Major Group 那這個Major Group在SDG的過程裡 包括現在館考的過程裡 他的席位 他的席次 他的發言權 跟國家代表是平起平坐的 也就是說他不是因為說 他好像他的議題 在他的國家裡面那麼受到重視 他在聯合國就無法發言 而是說這個議題 只要全球有足夠多的人重視 這個在聯合國的發言權 就甚至有的時候比國家來得多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聯合國每一年都用高階的論壇 去討論如何促進目標實現的國關關係 在這17個裡面 我每年都挑其中幾個來討論 但是第17項每一年都討論 就是因為大家都希望要有核心的資料 要有共同的創新開放創新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暖時力外交 挑第17項做的意思就是說 聯合國所有周邊組織 每一年的每一個活動 我們都可以說 因為我們正在做SDG 17.6 17.17 18 18 18.7的關係 我們都要參加 我們都要分享 而且我們的公民社會 也真的能夠有跟別的國家的 國家領導人一樣的發言權去分享 所以這個就跟所謂傳統上 國對國的那個邦交國的概念 是完全不一樣的 也可以說聯合國在網路 數位轉型的過程裡面 它慢慢從一個多邊組織 變成一個多邊組織 跟多方厲害關係人組織中間的一個混合組織 那這個混合組織裡面 我們傳統的大國邦交外交 是從多邊組織這邊進來 但是我們的暖時力外交 是從多方厲害關係人組織這邊進來 旁邊像說 我舉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說大家知道網際網路 Internet Internet這個東西 治理它的一個機構 叫做Internet Society Internet Society 它是不向任何國家政府報告的 就是說它不是任何國家政府的從事 它也本來有一些operation 是跟美國的某個經濟部管有些關係 但在Snowden事件之後 他們就宣布獨立了 他們就出來了 那當然工程那邊 IETF從來也沒有屬於過任何東西 聯合國有一個專門管 這個資訊科技的叫ITU ITU一直非常想把這個Internet Society 吸收進去 變成聯合國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這些做網路治理人就說 你進去之後就只有國家代表的發言權 可是我們網路治理 一向是任何受到網路的新的發展影響的人 都有相談的發言權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 有主權但是不是國家的東西 所以Internet既沒有陸軍也沒有海軍 我們怎麼樣建立主權呢 我們就是靠激進式的統合 激進式的參與 剛剛所講的這些開放政府的所有東西 來建立Internet的一個正當性 所以這是我的主要認同 我是Working with Taiwan 我是不是Working for Taiwan Internet是我主要認同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這個暖時地為止就是透過Internet的力量 也是透過台灣的Internet freedom 在全亞洲最高級的力量 去告訴大家說 任何想要以Internet這種新的主權思維思考的人民或地方或什麼 我們都非常願意跟大家合作 那具體的成果就是說 不管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一整套教程 我們跟紐約 我們跟澳大華 跟馬德里 馬德里 馬德里現在就是不斷地跟我們在做雙邊交流 冰島 倫敦的一些智慧庫像NESTA等等都已經有實際的交流 也跟所有永耗網路治理的各國 如果大家去查的話 現在有一個叫做Digital Seven 就是七大數位國 那七大數位國他們同意的就是說不是只是減慘 而是說他們盡可能把自己的公務體系裡面用到的技術 用開放緣馬的方式開放 而且在這七國中間互相互同友誤 互相派遣人員 互相在GitHub上面共享彼此的治理技術等等 那在數位七大國裡面的這個預作體系裡面 不管是Meeting、Webcall、Slack、所有GitHub這些東西 台灣都有參加 那但是只是我們不會說 那我們就變成第八大數位國 因為我們參加的身份 我參加的身份是 我是一個就是叫做Peace 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它就是一些空間 那它在行政有三個房間 在那個空總在社會創新鮮室有三個房間 這些六個空間裡面的女人 都有權利去參加七大數位國的這樣子一個討論 但是我們是以一個空間裡面的公務 公民的身份參加 而不是以什麼國的身份參加 那這個也比較不會造成那七國的問題 所以這希望有回答到你的第一步 就是說我們在實質上 因為這個方向的關係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具體的跨國正在發生 那第二個就是說這要怎麼樣處理這個關係 就是說當然這個分成兩個層次嘛對不對 一個是北京方面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這個方面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所有正在就是上海、深圳、廣州等等這些地方 去進行永續發展目標的工作者的方面 這兩個是截然不同的 那實力外交就是說 所有這些人 這些正在做舉發展目標的人 他們也是社會企業 事實上他們那邊還不能叫公民團體 所以他們都叫社會企業 所以就是說這些社會企業 因為我是社會企業的政委 那我們當然就是透過開放的方式 我們這些教程用我們的自由來爭取他們可以更自由 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我甚至在當數位政委之後 我還透過VR的方式 同時在高雄跟杭州開課 然後大家透過VR的方式戴上眼鏡 沒有做空位 突然間就冒出隔壁學校的學生 所以說到這種東西 從他們的角度 他們就是連到Google戴上病人機房 然後來看電影 那他們那邊也上前 他們的政委也沒有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純粹是教育 然後我教育他們的就是 怎麼樣即使在網路長城裡面 也可以用安全的加密的工具 來達到具體的共同討論 當然他們必須要把它放在美術學院裡面討論 但是至少這樣子的能力 才能夠陪例到在地的進行中 去發展的工作者 那這個是一項就是我的工作 我在當年他們金頓工程還在做的時候 就已經透過像自由網的中文化等等 去做這方面工作 所以這不會因為我現在是台灣的數位政委 我就不一樣 我還是在做這方面工作 那至於對於中華人民共同國政權 其實我現在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他們也認同永續發展目標的話 其實裡面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Rule of Law 就是SDG-16 那SDG-16講的就是說 每一個人他在碰到事情的時候 他應該有公平的對待 有一個公正的程序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是所謂的新鮮嘛 那這個其實在台灣 我們也已經經過這個從非常非常威權 到這個憲法只是講講而已 然後到憲法開始落實 然後到現在各位 如果18歲沒有辦法投票的話 都會說這個憲法不符我們所需 我們是把它修一下等等 就對憲法的關係越來越緊密 這樣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永續發展目標這樣子的方式 也透過各種在經濟上面 在社會上 在環境上面的影響力 逐步的讓他們也可以往至少Rule of Law 就是SDG-16的這樣子的方式去發展 那這個也是我覺得呢 實力會交的一步 這樣子 希望回到那個問題 好 那我們其實時間用完了 好 那所以我想接下來還有 玩50個問題 真的是蠻那個的 那所以我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最後想要舉手溫的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再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可以問一下 稍微接著的問題 就是我看你剛剛對 不管是蔡英文 或者是辣任長的能源 外交的人 那些時候就採取支持 或者是辯護的問題 那請問他們目前 因為他就是有你答對的 OK 好 非常好的問題 對 其實作為一個 就是所謂conservative anarchist 就是持守的安納期 這個大家應該都聽過 我在加入內閣的時候 我有三個compact 就是類似盟約 那這三個用英文講的話 它分別是voluntary association location independence 跟radical transparency 那如果翻成中文講的話 那就是說自願結合 就是任何人都不叫我長官 任何部會的同仁 我都說叫唐鳳就好 資深的同仁花一年才習慣 可以叫唐鳳 不要叫委員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我在哪裡上班 都算在上班 我在瑪格麗、大倫敦 在哪裡上班 都算是上班 我在那邊的時候 當然其實是為那邊的人民工作 不是在為台灣人民工作 是我在為那邊人民工作的結果 我們拿回台灣來使用 這樣子 那所以我也不斷地在進行 為人才、為外流的工作 就是location independence 那第三個就是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們在紐約聯大的時候 去了那些立委 說他們有些是不分區立委 但他們說 它或是世界的不分區 就是合約英明 然後那 OK 但是我特別想要想到第三個 就是激進式的透明 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我經手的任務政策 我當主席的任務政策 我都把整個討論的紀錄 全部都公布在我們PTIS網站上面 所以如果大家到PTIS.TW的話 那這個就是我對你的問題的具體答案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們到底每一天做的什麼事情 大家如果按工作紀錄的話 就可以看到我開的每一場回應 那這裡面就包含一開始 電子經濟 我們可以從文化部經濟部 這個教育部中間推來推去 然後到後來 大家對於這個國旅卡 有一些想法 然後我們開放政府 推了大概40案 這個覺得包含一題很難用 財政部長是不是應該下台 然後我們把這些 這個會炒的朋友們都不是有糖吃 要到廚房一起做糖吃 等等的所有這些事情 我們都就是具體的在這邊 去跟大家去進行分享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凡是我看不順眼的東西 不是因為我個人的意識形態 也看不順眼 而是因為有五千個人看不順眼 有五千多個人在 觀光政策網路平台上面說 育兒白寶箱就是一個愚蠢的政策 現在就給我踩煞車 那所以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那我就是一個通道 我在每個月的開放政府提供會議裡面 去提出來 讓各部會的朋友發表意見 我自己的辦公室 最多可以從每個部會抓一個人來 所以我最多可以有32個staff 但目前只有22個 所以在過程裡面 它就是用多方厲害關係的模式 我不去下任何命令 先選還是他們部會在負 考基石他們自己打 在這樣子的情況 去把這種民怨去盡可能變成是 各部會可以用創造性的方式來解決 那所有這些爭執的過程 都在這邊完整的公開 所以意思就是說 裡面如果有一些公務員 想到一些很有創意的想法 像是說圍棋現在都是在網路上下的 訓練也都是用網路的 只有最高層級的比賽才是面對面 所以圍棋是一種電競 我們現在既然已經有這個圍棋的替代 也應該比照 不要對別的電競大小也 這個想出這種超級創業解釋的公務員 大家就可以找到他 他就有credit 但是中間這個造成的任何risque 任何風險是由我吸收 因為只有桃光這麼瘋狂 我們在做這種事情 有問題就做得錯 然後以及更重要就是說 這樣子做出來的事情 大家就不用一直解釋問題 大家就可以解決問題 其實公務員很多真的想要解決問題 他們只是被他們的科層 被他們的預算 被他們的化部門溝通的艱難 等等去卡住 那我做的事情就是幫他們疏通 這樣子一種關道 所以當然不是說所有這個政府的施政都是好的 大部分的其實在執行的時候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我巡迴全台灣去聽大家 對我們執行的所有社會創業政策相關的方案的問題 那都是這個炮神籠籠 就是非常非常的這個exciting 那但是我去還不像說花蓮這樣聽 我去台東台東這個這樣子 這個透過視訊 每個禮拜三大家可以來office hour找我 禮拜二是我來找大家 我去找大家的時候 其實12個部位的朋友 都是在空想社會創業政策 去透過螢幕看到我所在的那個地方 不管他是原住民部落還是什麼別的地方 事實上當地的朋友在他最習慣的地方 不是搭個幾小時的不用嗎 來台北只能做15分鐘的簡報 而是在他最首席的地方去提出 到底政府執行政策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讓具體的各部會的同仁實際去回答 那他回答的時候 他就不能把球丟給旁邊的部會 因為旁邊的部會就坐在他旁邊 所以他們就必須要趕快討論 找出一個解法來 至少在兩個禮拜之內 去給他做一個具體的解決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四十幾次的各種不同的 Office R加上巡迴的討論 解決非常多我們正在執行上面的問題 所以有空的話真的可以到PPS網站 去參考我們這樣的具體的程度 所以並不是說我在幫政策辯護 我一點都沒有幫政策辯護的意思 大家隨時看不順於上平台聯署 聯署到一個程度 覺得文藝不夠具體 沒有答案 用這個聯署當作條板發起公投 用參與時預算 社區營造 地方創生 你想到了任何方法去參與 因為在最後方向是各位決定的 國家方向是大家決定的 不是行政院決定的 我剛剛講的協作室治理有一個前提 新系統要怎麼取代這個系統 就是要有足夠多的公民 願意花一點點時間 每天花多五分鐘 十分鐘 一小時 兩小時 來參與公共事務 只有當這樣子參與的量跟值 高過現有的所有的智庫跟政黨的總和 我們才能夠切換到協作室治理 這是四五十年的工作 也非常歡迎大家一起來做 謝謝大家